我那時候是狗仔隊的隊長 那我平常要帶一些狗仔 然後去採訪新聞 那後來就 突然有一次就是 怎麼講 好像就擋到人家的財路 然後後來對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要上去 講解新聞 人家對方只認得我 那因為我帶了狗仔隊 他去採訪新聞的時候 通常都是會報說 什麼什麼綜合報導 什麼什麼綜合報導 不會把記者的人名寫出來 可是那個對方 擋到人家財路那個企業家 就看到 因為我要上去講 講解這個新聞事件 他就說好 他就記得我的名字 綜合報導就是你啊 對就是我 他就把我告 然後那時候一週刊還搭配 Cover story 我就變成Cover story 我變封面人物 然後那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好像 你是被拍到什麼 我就被拍到說 因為他有判決書 判決書就出來了 因為通常上那個封面 都是有這個特別故事 我是針對於他這個刑案的部分 我被判這個加重誹謗罪 被起訴 然後他就Cover story 封面故事就寫了四五頁 我想說 哇 我這輩子採訪新聞 還沒被人家寫過什麼四五頁 結果我的個人被寫了四五頁這樣 然後後來 這個電視台就叫我說 那你就先留職庭刑吧 我還有一個月我就要 我就要過年了 我那時候連加起來 那一年我們電視台收視率第一名 那本縫和年終獎金加起來 大概可以領到八十幾萬 哇 結果 哎 人中話題流職停薪 就我就晴天霹靂 措手不及 然後我就 沒有按比例發給你 沒有啊 我就叫我回去休息了 我就真的回去休息 還有一個月就過年了 我還回去休息 對 結果那一年過年很慘 然後沒有錢過年 還跟老長官借了三萬塊 連三萬塊都要借 然後後來就是資深打官司 打了七八個月 然後後來就原職位 後來我官司無罪 結果回去跟長官談 長官說你回來可以 我把你調什麼部門的 就是做專題 變成專題記者 那我本來是採訪中心副主任 兼那個中案組組長 然後又兼專任主播嘛 結果通通都沒有 然後我一聽 怎麼跟我 張主講的不一樣 然後後來 然後他就說你回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你已經 雖然是被折騰 又委屈這麼久 怎麼還你公道 對 就我想說 本來也認為說會還我公道 結果沒有還我公道 司法還我公道 但是公司沒有還我公道 然後還說要減我薪水 減兩萬 就降職減薪嘛 對 降職又減薪 我一聽情天逼利了 我說那沒關係 我就不回公司了 對 那主要是 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已經折騰 結果後來38歲的那一年 我真的措手不及 那我就想說 我就離開了 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嗯 嗯